从前有一个傻子 一会儿等姐姐放学回来 我也要去捉弄下她 胡迪 你干嘛呢 鬼鬼祟祟的 像山祖啊 姐姐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哈哈 笑完了 快找 我要学作业了 哎呀 姐姐很快的 你听我讲吗 行 那你讲吧 从前有一个傻子 他特别喜欢说没有 你有见过这个傻子吗 哎呦 老梗了 你以前给我讲过吧 没有啊 我什么时候讲过 我怎么不记得 小笨蛋还想忽悠我 我可是下了反差APP的 哎呀 你别笑了 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啊 你到底有没有见过这个傻子啊 你见过这个傻子吗 没有啊 我爹 你没救了 我见过 啊 在哪里啊 为什么我没见过 我就是一个一直说没有的小笨蛋嘛 现在还在我桌子上趴着 耽误我写作业呢 快下去 妈妈 姐姐又欺负我 小羊结合更多 姐弟 搞笑日常 赶紧关注我们哟